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 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感谢收听个案说法 我是方红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关注男子被撞身亡 却抓不到肇事者 过路九辆车 全要担责 更多的案件解读 欢迎您关注 个案说法 微信公众号 据广州日报报道 2016年1月26号的晚上7点左右 汕尾市民李某松无证驾驶摩托车往海丰县城方向行驶 在途经一段乡村路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 李某松头部遭到碾压后当场死亡 但是由于事发现场没有监控 也没有目击证人 肇事者和肇事车辆成了迷 案发以后 汕尾当地的交警部门通过调查 取得了事故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 发现从事故发生到报警人报警以前 除了李某松驾驶的二轮摩托车以外 还有九辆不同型号的汽车经过事故现场 据此呢 交警部门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证明事故当中黄某翼驾驶的轻型货车 还有白色小轿车没有查明车主和车辆信息 和李某松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同一时间段出现在现场 另外还有七辆汽车也没有查明车主及车辆信息 都存在肇事协议 那案发以后呢 尽管肇事者和肇事车辆还无法明确 事故当中的死者李某松的继承人 李某白等人呢 就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请求黄某翼及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就这个案件 最终法院在没有查明肇事者和肇事司机的情况下 谁将会来承担这个责任 就这一系列的相关法律问题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广东国徽北京律师事务所 交通事故专业律师张鸿霞律师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张律师你好 你好 感谢张律师 今年8月1号 记者从善伟市中西人民法院了解到 法院最终是认定9辆有肇事嫌疑的车辆 承担事故的连带赔偿责任 那么依法呢是判决保险公司赔付 李某白等人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 42万多元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案件一出啊 很多网友都会有这样的质疑啊 就是为什么9辆车都要承担责任 前提是肇事者和肇事车辆 并没有办法确定的情况下 甚至呢 其中像黄某义 还有另外一辆白色小轿车的驾驶员 那么他们呢 嫌疑可能更大 但是为什么最终是9辆车要承担责任呢 本案呢是一起交通事故 我们呢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交通事故呢 指的是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 或者是意外呢造成的人身伤亡 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 那么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 会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 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 鉴定结论 及时的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 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呢 会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 承因和当事人的责任 但是呢 并非所有的事故都能查明承因明确责任 遇到无法查明原因的事故时 怎样处理呢 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呢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 应当出具交通事故证明书 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当事人的情况 以及调查得到的事实 可以看出呢 交通事故的证明书 作为公安交警部门做出的书证 它的内容呢 也是足以还原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和事故的当事人情况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呢 是可以作为定书的根据的 本案呢 所涉及到的交通事故呢 也是一起 承因没有办法查明 交警部门在经过调查之后呢 依法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的事故 在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中呢 查明了受害人李某松 系头部遭到碾压之后呢 当场死亡 黄某一驾驶的轻型货车呢 和其他的八辆汽车呢 均存在肇事嫌疑 那个这个证明书呢 可以作为确定案件事实 以及责任的根据 通过证明书可以看到呢 九辆汽车均存在肇事嫌疑 也就是说 这九辆车呢 均有可能造成李某松死亡的这样一个结果 同时呢 又没有办法确定具体是哪一辆车 实际造成了这样死亡的结果 那么审理本案的法院呢 就据此认定呢 这九辆车呢 构成了一个共同危险的行为 在这里呢 我们应当简单的介绍一下 共同危险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呢 是指两人或者是两人以上 共同实施了 有危害他人权力危险的这样一种行为 并且呢 已经实际造成了损害后果 但是呢 不能判明其中谁是加害人的特殊侵权行为 也就是说 损害事实已经发生 并且呢 可以判明损害呢 确实是数人的危险行为所导致的 但是呢 不能判断究竟是谁的行为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发生 这呢 就是共同危险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呢 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呢 是 共同危险行为的实施主体为两人或者是两人以上 二是 共同危险行为的行为人呢 有共同的过失 共同危险行为人呢 只是由于未尽到注意义务 而使他人的权力处于危险之中 并且最终导致了对他人的损害 如果共同存在故意的话呢 就构成的是共同加害行为 那么如果是单独的故意的话呢 就构成的是一般的侵权行为 第三 共同危险行为 具有导致他人权力受损的危险 也就是说呢 共同危险行为 由使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权力 处于遭受损害的可能性的这样的境地 第四是 共同危险行为造成了 知人损害的后果 第五 共同危险行为呢 不能准确的判明 谁是实际的加害人 共同危险行为的损害后果呢 只是由于共同行为人中的 某人的行为所致 但是呢 又不能确定具体谁是加害人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 都产生了损害结果呢 就不是共同危险行为 而是共同加害行为了 第六 共同危险行为 虽然不能确定准确的加害人 但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行为 具有不可分割性 他们的共同过失 将其行为连接成一个整体 共同成为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 我国侵权责任法呢 也是首次明确规定了 共同危险行为制度 并且确定了 共同危险行为的侵权法后果为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连带赔偿责任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连带赔偿责任呢 是指各个责任人对外都不分份额 不分先后次序的根据权利人的 请求承担责任 在权利人提出请求时 各个责任人不得已超过 自己应承担的部分为由而拒绝 本案中 黄某义所驾驶的车辆呢 和其他的八部车辆 构成了共同危险行为 因此呢 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也就是对外应当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在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呢 可以要求其他各责任人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也就是您认为 案件当中 这个九个嫌疑人 那么他们是符合 共同危险行为的特点的 所以呢 在没有确定 到底是实际上 谁压死了 这个受害者情况下 那么这九辆车 就成了共同承担责任的人了 也就是每个人 都有义务来承担 这样的一个损失 这个案件呢 出来以后 有些人会觉得不公平啊 因为你不能说是 你没有找到实际的损害人 你就让其他的 那么很有可能 其他的八个人 就是无辜者 不能让其他的八个人 去承担一个人 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那么这样是不是 有一些不公平呢 是这样的 本案呢 是从保护受害人 合法权益的角度呢 判决存在 肇事嫌疑的九辆车呢 承担了连带赔偿责任 那么类似的判决呢 之前也有过 曾经在苏州的 吴江区法院呢 曾经审结过一起 非时商人的案件 也是在无法查清 非时具体是由 哪辆轻车引发的情况下呢 判决在同一时段 经过的两辆轻车 承担了连带赔偿责任 在当前呢 我国的商业保险 和社会保障机制 都还不太健全的情况下 如果一定要证实 具体的侵害者之后呢 才能得到司法救济 这样呢 对很多受害者而言呢 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如果有可能的 加害人和侵权者 承担举证责任 并对损害的责任 进行合理的分配 既是对热视群体的 特殊保护 同时呢 也是要求促进人们 在生活中履行 相应的保护和注意义务 从而减少 类似事件的发生 当然呢 在事实不清的前提下 让仅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 共同承担责任 就可能存在让个别无过错者付出 不应该付出的代价 那么我们认为呢 更好的权益之际呢 应该是在国家财力 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呢 对于确实难以查清 肇事者的案件呢 不妨由政府出面 对受害方进行救济 与此同时 职能部门呢 也应当升级完善 相应的监控体系和侦查技术 竭力减少 类似的难以查清的案件 那所以呢 我们很多的驾驶员 可能就会想啊 怎么来避免 比如说在驾车的过程当中 或者在其他的情况下 被列为共同危险行为人 那么自己明明是没有 做了这种的危险行为 但是最后呢 还被追究责任呢 其实呢 像本案这种情况呢 在现实生活中呢 也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我们就提醒大家呢 在道路上开车呢 除了要安全驾驶之外呢 也要多留个心眼 遇事不慌不逃 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呢 首先要保护好事故现场 并且在第一时间报警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另外呢 在车辆上呢 也应当安置行车记录仪 这个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行车记录仪呢 既可以清楚地反映第一现场呢 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 那么这个案件呢 我们注意到 法院判决呢 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具体的 赔偿责任 因此呢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购买车辆保险 也非常重要 好 在这里呢 也再一次感谢 广东国徽 北京律师事务所 交通事故专业律师 张宏霞律师 好的 如果大家想获得 我们本期节目的 全部图文资料 以及我们过去 200多期的节目内容 都欢迎大家 在微信公众号当中 搜索个案说法 就可以找到 我们加以关注 我们对过去的节目 都进行了分类 把它们分成了 民事案件 刑事案件 和婚姻家庭 以及行政类案件 那么大家可以 根据需要去查找 另外呢 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当中 遇到一些法律问题 也欢迎大家 向我们进行咨询 您可以添加 15974827467 15974827467的微信号 直接向我们咨询 那么给大家提供 法律服务的 都是我们邀请到的 个案说法的嘉宾 他们都非常的专业 资深和负责任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